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乐队有很多种 玩音乐的状态也大不相同 但这其中我最欣赏的某一种乐队 他们潜心沉入音乐的世界中 日复一日供养着这份热爱 每一首歌都从心出发 每一个音符都表露出音乐最深的期待 皇后皮箱就是这样的乐队 皇后皮箱成军十七年 从台湾到大陆 他们用充满仙气的东方哲学摇滚 收获了数量惊人的歌迷 这是一支只需听一耳朵 就可以被俘获的乐队 在乐队的夏天中 第一场演出就让众人凌乎高级 也让吴清风直接亮出粉丝牌 表示购买过该乐队的 仙人指路转集并反复聆听 自己变了在独行的边界 用多少次来证明着指尖 前世的梦中将要看到的那一面 归为两年 皇后皮箱携心去云烟 惊艳返场 延续2018年发行的专辑 新人指路持续散发 缭绕仙气与复补风韵 在东方迷幻摇滚的底位之上 加入迷离燕子色彩 经过疫情的历练与名利臣服 重装出发的皇后皮箱乐队 以大梦初醒为名义 开启新一轮巡演 与期盼已久的歌迷朋友们相聚 作为这次巡演的第五战 乐队在重庆 再次收获乐迷的热情互动和欢呼尖叫 当然也有独特景观带来的震撼 美食的无限诱惑 和重庆方言文化的初次体验 我们第一次来重庆的时候 真的是有吓到 因为我们从下个期 然后因为通常都会很累 我们在旅途上就会睡觉 可是你看到重庆的景色的时候 夜景 夜景你真的是觉得 我这辈子可能没看过 这么惊人的景色 因为它的房子什么 对然后结构惊人了 因为我自己是有一个国中同学 然后他刚好娶了一个这边的太太 然后他太太在那边有开 他们家的人在这边开了一家店 然后叫 其实这好像蛮有名的 叫什么 蒸老腰 然后每次来都会去找同学 然后顺便吃一下他们家的菜那样子 蒸老腰 蒸老腰冻子寄鱼 对对对对对对 我神经你们吃得那么地道 这个是在重庆中非常非常地道的地方 真的假的 对它是从96年创始到现在 很好吃 很出乎我第一次知道 你们知道重庆话 这个黄后皮箱怎么讲的 不知道 教一教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黄后皮箱 我们是黄后皮箱 你们要再试一次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黄后皮箱 对不起 再跟我们讲的 不一样 再跟 太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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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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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是 冷淡的世界 我想 背叛到你的国度 你说 那旋路童话一般 盛起美丽的世界 那里的人们善良 固满淡淡的草伤 和房子一样大的飞鸟 花又阳光 终不回家 黄后皮箱的曲风 受欧美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摇滚乐团 如踢头试乐 滚石乐队的影响 创作当中 融合当时的经典曲风 像是 Blues Motel R&B等 承袭着摇滚前辈们的音乐概念 加上自己 实验性质的 混搭与冲撞 用他们的想法和试点 做出好的音乐 并坚持着自己的理念 80年代出生的 皇后皮箱三位团员 也对80年代的 华语音乐有共鸣 他们利用那时 华语音乐的音色 将工商绝之语的 五声音阶 和迷幻摇滚流行等 诸多元素 杂揉在一起 抛制出了 皇后皮箱独特的 东方迷幻乐 从2019年 自热门音乐综艺 乐队的夏天 成功出圈 皇后皮箱的每一场巡演 都取得几乎 受庆的好成绩 而在每一场 全行投入的演出之后 他们也细致观察着 乐迷的反馈 一束鲜花带来的感动 一首歌曲收获的认可 都让他们倍感珍贵 就是我这次藏杀的时候 我好像第一次 收到乐迷的花 就是下 就是它就献花给我那样子 然后我还就是很天人 因为我想说 哇那个花 因为我很喜欢 我还想说把它带着 在我们的巡回的路途上 我想要一直带着它 结果它好像到后面 两站就哭掉了 结果它的后一站 我还想说 我要把这个花这个爱 然后分享给 接下来的每一站的乐迷 这样子的 对 很抱歉没做到 因为它后来就写 我很努力了 我每次都有给它浇水这样 所以这一站我觉得蛮特别的 因为这一次 有蛮多乐迷 我自己先说我自己这边好了 因为其实刚才那个表演 其实最后我们都会唱 有一首歌叫Dreamer 这样子 是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歌 然后他也是陪伴我们很久了 然后他也是陪伴我们很久了 我们很年轻的时候 阿怪就写了这首歌这样 然后我们都很喜欢 然后这次很多乐迷 又回来留言就说 就是你帮我给唱哭了 这样子 对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年来 就是 就是乐迷好像对这个事情 就是Dreamer这首歌的向往没有 这反应没有那么明显 可是这一次就是 有很多乐迷好像有感受到 我们想要传递的事情 对 你们在比较长的时间之后 在唱比如说自己成团 很粗的时候的那种歌 自己心态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就是有那种跑马灯的感觉 会耶 会耶 对就是 你会想到你最早第一次 插着这首歌 然后就是早新 然后慢慢到现在 其实就感触是蛮多的 就好像瞬间就到了 现在 因为Ian Dreamer这首歌一开始 就是那时候 比较常表演的是 阿怪一把吉他跟我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 对 然后就到后来加入了黑轮 然后 然后跟其他的团圆这样子 就是你真的脑袋里面 会有那个一开始 很简单的 然后台下其实也没什么观众 然后就是可能从很少很少 然后慢慢唱 然后慢慢把这首传递出去 除了有音乐与听众在演出现场成功名与感动 演出中不少趣味的环节 也让皇后皮箱乐队的现场妙趣横生 作为美与演出固定环节的周边商品介绍 更是被他们玩出了新花样 在重庆场的巡演中 被死守黑轮搞笑演绎乐队环保带的多种使用方式和场景 让现场一秒变成直播带货 不仅让乐迷朋友吸口不停 还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 我们原本没有设定这样的事 其实是一个蛮自然的 因为我们以前 我其实在台上基本上不太会讲话 我其实本身在台上就真的 我蛮害怕麦乐风 对然后 但是因为就是我真的太讲太少话 然后我们刚好有一次就是 就是我们真的忘记介绍周边 我们很太认识在演出 然后忘记周边这件事情 然后我想说要介绍一下周边 然后我就是去帮忙拿到周边 然后我之后就顺势地来做这个床 对 那个不同的场景 就是传逮的方式 这个想法是谁给你的 其实是慢慢就是介绍 然后慢慢想到 好像可以这样子 慢慢介绍 慢慢地 我们每一场就是从一开始 这个这个概念不是设定好 它是突然出现的 对 然后觉得很好玩 然后下一场就开始有介绍新的杯法 然后这个杯法就越来越多种 随着我们巡回的场次 它就可能越来越多 一开始我真的就是很 单纯地介绍这个商品 然后 我想说好那就杯看看 然后杯看看就觉得 好像还有蛮多种杯法 就可能有一种开玩笑的方式 对 然后今天应该算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 介绍这个商品 但我其实其实 Helen在介绍这个 蛮有说服力的 那以前是做这个 Sales 所以它很厉害 它在玩传之前是 它有迈福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介绍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花很多心思跟想法做周边 可是如果真的没有介绍 其实乐迷可能不太会注意到这件事情 但我们发现这几场真的有介绍 其实真的 就是真的蛮多人买 好 对啊 就是带坏有成功的啊 对啊 就是带坏有成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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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坏有成功的啊 自然的存在 在这一轮大梦初醒的巡演中 乐队的两首新作 云烟回路 备受关注 沿着他们仙气逼人的风格 以复古电子色彩为基底 在探究灵魂深处的同时 也是对人间大起大落 悲欢离合的坦然 从内而外的 为现阶段所见的世界 下了一个注警 转眼近两年 疫情带给人们生活上的转变 依然难以忽略 也不可逆转 整个世界被强制停转的时候 和许多人一样 黄厚皮箱 也用自己的音乐创作 在思考着 我们从上一张叫先人植物 其实我们就 我个人啊 因为我个人就是 很喜欢研究一些 就是脑妆啊 到家的 所以 其实刚好经历了这次的 疫情 我刚刚刚也在 亚上提到 就是其实 他就会让我觉得我 应该要好好休息 然后我要想一些自己 甚至是休息自己的一些 对所以 我觉得 应该是这两年来 这个全世界的变化 然后给我带来一些冲醒 对然后也让我想了很多 就是關於認是不是應該要 真的要趁這個機會好好休息 讓自己真的停止一下 你接下來的這一次 整個這個專輯的概念 是完整的十首歌嗎 還是說一個EP 還是什麼樣的概念 就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現在還不太確定 未知 對 還不太確定 到底是要專輯 還是還會有單曲這樣 不曉得 其實我們團的鬥性滿隨性的 就是真的是滿隨性 隨性到說旁邊的人 都會替我們著急 可是我們也覺得壞不起來 就是很多事情 因為其實像阿怪 他主要創作 那他也有他自己的步調 對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 不太會去想說 下一步到底要怎麼樣 那時間來了 我們就做這樣子 在時空交接的夢醒時分 寫下生命永恆的真知之曲 以兩年精雕琢的現場表演 皇后皮箱奏響了大夢出行的回音 轉化 突破 到成熟 皇后皮箱 在探尋靈魂深處的同時 也表現出 對人間大起大落 悲歡離合的坦然 由內而外的 為現階段所建的世界 下了一個只屬於他們的獨特註解 中文字幕組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记得带走你和我的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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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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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對 等他都剩了 那開車我推另外一槽 我覺得怎麼了其實也不錯 怎麼了很輕鬆 然後旋律可以讓你的車速維持在一定的車速 就是不會太快隔開玩 所以就是旅行的時候其實開車的時候 開車的時候沒有完事 但是可能就稍微不要留意歌詞 因為歌詞比較 對 比較盪一點 雖然音樂聽起來很輕鬆 但是歌詞其實比較 對 現停 我不是有意讓他們把這兩個場景串起來說的 嗯 他們覺得出行就應該開車 開車這個旅行是一回事 於是呢就通通感了一下 是 是這樣的 那我們就先和大家來聽這首 他們覺得很適合在旅行的時候聽的 《神仙腹》 在這首歌的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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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請到這首歌的中間 可以用來聽到 在這首歌的中間 在這首歌的中間 才能看回來 無敵人家 看着视线飞过 能不能把我也带走 全世界的一切 摸不及说不完 但不多 被看着执念 一眨眼就变成白头 要多少的时间 才能够换来 很紧紧不为 我什么 皇后皮箱乐队的神仙富 这是他们刚刚跟我们推荐的 很适合旅行的时候听的歌 同时呢 他们也为了凑齐我们四首歌的推荐 所以马上说到 那开车的时候呢 他们的这个黑轮 就马上刷到另外一首歌 叫做《怎么了》 说节奏很适合 的确是 行径感还挺强的 对 欢喜 活泼 但是又不会很糟 但是他们说 不要仔细听歌词 因为歌词跟节奏 有一些反差 我们来听听 那我们要听听看 对 他越这样说 我越觉得说 反差在哪呢 竖起耳朵听清楚 皇后皮箱乐队 怎么了 想要轻松 走过一生 这世代却满身伤痕 怎么了 却怎么了 想要走起看看日出 却又不又自主想哭 怎么啦 是怎么啦 听起来也还好啊 我喜欢他们风格 就是有点蒸汽波 然后那色配器的表现 不是那么的饱和度过高的感觉 就是闷闷的 朦朦胧胧的 然后就很舒服 很慵懒的感觉 对啊 我觉得音乐 现在更多呈现的是一种氛围 对 而这个氛围 这个范儿 就超适合开车的 推荐给大家 皇后皮箱的这首 这么了 好了 我们两个情境呢 皇后皮箱都已经回答完毕了 那接下来的这个情境呢 就 稍微不一样一点点 独主的时候 他们会在独处的时候 推荐大家 听他们的哪首歌呢 就是我觉得云烟蛮适合的啊 对 云烟 就它是一个比较 稍微近一点的歌 这样子 然后 重点是 他的副歌很好跟着唱 所以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以也可以跟着 那个副歌一起唱 那样子 对 然后可以让心静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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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皇后皮箱乐队 云烟 独处的时候听到这首歌 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会像刚刚 就像卡拉斯说的一样 会跟着一起 把副歌的分哼唱起来吗 我倒觉得新这首歌啊 我不知道说有一首过 我觉得HAPPY 你说 你又开始用佛 它有一种复古的感觉 很像奇遇的那一类的风格 对瞎瞎的 然后复古的缓缓的感觉 而不是那种很新锐 很有那种乐队朝气的感觉 你说这个像不像范围 像 它有那种感觉 很放松 很有年代感 很relax的 希望大家也会喜欢这首歌 那当然 最符合我们节目氛围的是什么呢 是欢乐派对的歌 其实我之前在问到 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说 哇这个问题其实有点难 因为你看他们的歌 我们刚刚听了好几首都比较 比较松 嗯 对 可能造起来可能比较难 要有造起来的这种情绪 皇后皮医生会跟我们推荐 哪一首歌适合欢乐的派对 来聆听属于他们的创作呢 我们在派对的时候 我们要另外一种呈现好 我觉得五夜恋曲 蛮复工的 比较老痛一点 老痛的比较 而且我每次来重庆 我就觉得五夜恋曲就是 一首超适合在重庆开车听的歌 就是搭配着那个霓虹 就是满街的霓虹 然后你自己开着车在那个 高速公路上面 然后想着这段练习 对 如果我们预算够的话 我五夜恋曲那个影像应该做成一个重庆版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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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适合 比较好 我五夜恋曲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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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五夜恋惑的风格 今夜的我 全头望实 不再静止 放我自己 不再静止 放我自己 这城市到处是孤寂 从小过 还能够接受 拔死这一切能热的情绪 一步一步 盼着我的回忆 也无法完成美丽的无知 被他们这样一说 我还真的觉得 只有个室友重庆的 夜色朦胧的 那这个歌做欢乐的派对 派对散场的时候 就是提醒大家 午夜回家 请乘坐正规出租车 网约车 勿乘坐黑车 是吗 它其实比较像是 端鸡尾酒的局 就如果是红酒啤酒局 可能不合适 鸡尾酒的局呢 比较放松的感觉会还可以 但真的嗨不起来 low high low high的 对low high low high的 这感觉是衣服太过紧身 你也扭不动 谢谢谢谢我们的客座DJ 皇后皮箱 那如果您喜欢 他们的这些音乐和创作的话 就欢迎大家呢 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当中呢 搜索皇后皮箱 然后关注他们的歌 其实那天在访问的时候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细节 我当时问他们说 有在网易云音乐上面 去看一看你们的乐评吗 他们说 他们都不敢看 就是很怕看到负面的 以及呢 其实哪怕大家评价负面的 也不会影响到他 说那你们 知道999规则吗 他们说 什么999规则 不会吧 对他们竟然不知道 就说歌的转赞评超过999 才是网易云音乐的胜利王道 然后我就告知他们说 他们的每一首歌 都达到了这个标准的时候 他们欣喜若狂 大家自信一点嘛 或者他们根本也不在乎这些吧 对 但他们说他们更希望 然后我跟他们念了几个评论 他们说 如果大家可以因为这些评论 聊起来我们也算做了个功德 彼此下面的网友们互聊了起来 卡拉说 这个如果可以作为一个交友软体 不错 这就是那么妙的皇后皮肠乐队 就像他们的音乐 带给大家的非常独特和有趣的感觉一样 当然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他们其实这一轮的这个巡演的有几站 现在是暂时延后的状态 我们也希望呢 在这一波的这个疫情的管控之后 他们可以继续用他们的音乐 在更多的全国各地的Live House的现场当中 带给更多喜欢他们的乐迷朋友们 属于他们的音乐美丽 再次感谢皇后皮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